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朋友和我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 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 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仔细想想 这还真是不少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因为白天要忙于工作 忙于家庭 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找回点自己的时间 所以总是舍不得睡去 开启所谓的报复性熬夜 哪怕已经很晚了 还是捧着手机一头扎进各式垃圾快乐中不能自拔 最后在空虚懊悔中沉沉睡去 到了第二天 因为缺觉 精神变得烦躁敏感 学习和工作效率低下 不得不拿晚上更多的时间来填补白天的空缺 于是一边熬夜 一边发誓早睡早起 夜里不想睡 早上不想醒 最后陷入熬夜的恶性循环不能自拔 不少网友说 都知道熬夜伤身体 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啊 其实说到底 导致熬夜的根本原因只有两个 二 自控力不够强 这个时代 不熬夜成了我们最难的自律 之前看到一个博主的微博 底下的评论让人胆战心惊 程序员一鸣 经常加班到凌晨三四点 最近每天都会头疼耳鸣 心脏跳得特别慢 去医院检查是神经衰弱 最近都是两三点才睡觉 身体特别虚 最近感觉浑身无力 心跳特别快 头晕耳鸣 脑子昏昏沉沉的 熬夜三年多 一年前突发性耳聋 现在我的左耳已经听不见了 曾经有人在微博上做过一个调查 你为什么熬夜 出乎意料的是 只有10%的人是出于工作性质 不得不熬夜的 其余90%的熬夜 都是出自于自身主动的 中国睡眠医学协会调查显示 超过70%的年轻人 有熬夜习惯 90%的年轻人 猝死 脑溢血 心肌梗塞 都与熬夜有关 醒醒吧 这个世界 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 惩罚熬夜的人 很多时候 当你慢慢养成了一种不良生活习惯 时间久了就变得麻木 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危害 可是很多事情 年轻的时候感觉不出来 到老了你就知道了 丁湘医生曾说过 熬夜也被称为不规律睡眠 其危害有如下四点 一 短期记忆衰退 二 学习能力下降 三 内分泌系统紊乱 四 免疫系统能力下降 五 心脏疾病风险增加 六 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换句话说 就是熬夜会使人变笨变迟钝 变丑变老 容易生病不说 患癌的几率也比别人高 这绝非空穴来风 早有科学家研究表明 熬夜可以扰乱生物中 导致患癌的风险增加 近年来 不少血淋淋的例子 更是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 熬夜的危害 34岁的刘先生 因为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 突发脑出血 被送进了医院 27岁二胎妈妈经常熬夜玩手机 因疲劳过度 突发猝死 手机屏幕永远定格在 未完成的淘宝页面上 去年 年仅35岁的青年教师赵燕云 听课时 突然心脏骤停猝死 生前经常熬夜搞科研 熬夜的伤害 其实长期潜伏在你的身体里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爆发 就像那句玩笑话说的 熬夜的人 罹患老人痴呆的比例较小 因为早死的比例比较高 很多时候 你熬的不是夜 是气血 是精神 是宝贵的生命 之前在知乎上 看到一个帖子 打主描述了 自己熬夜十年的经历 我今年28岁 从高中毕业 就开始每天熬夜 几乎没在两点前睡过 你问我在做什么 其实也就是打打游戏 追追剧 逛逛淘宝什么的 后果就是这些年 皮肤各种暴斗 疯狂脱发 常年眼带浮肿 四肢酸痛 朋友都说 我像三十好几的人 前段时间 好几次熬夜时 心脏突突的疼 吓得我赶紧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 我心机缺血 勒令我以后 必须十一点前睡觉 好了 不说了 我要去睡觉了 最后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没事别熬夜了 有些事情 真的不能重来 你知道吗 熬夜与不熬夜的人 差别简直惊人 46岁的 Sir Tromers 曾参加了英国伦敦的 一个睡眠学校的实验 连续五天 只睡六个小时 与睡满八个小时的 面容对比照 人们惊讶地发现 同样一个人 后者比前者 从精神样貌上来看 老了近十岁 而这只是 五天的对比结果 更不用想象 长期熬夜 带来的变化了 有网友晒出了 自己17岁 和22岁的对比照 熬夜五年 生生从一个小鲜肉 熬成了中年油腻大树 认识一位姐姐 容貌秀丽 皮肤光滑细腻 快40岁了 身材依旧窈窕动人 而且早就创立了 自己的设计品牌 无论何时何低 见到她 永远都是一副 精神充沛 笑意盈盈的样子 我们都感叹 她人生 就像开了挂般精彩 后来 偶然一次聊天得知 这位姐姐十年如一日地 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 几乎从没在 十一点之后睡过觉 每天清晨 都要早起跑步半小时 所以才能一直保持 健康的身体 和充沛的工作状态 原来 熬夜和不熬夜 完全就是两种 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人生 原来 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 都是你想象不到的 坚持和自律 越是成功的人 越懂得作息规律 好好睡觉的重要性 别人在休息 你在熬夜追剧 别人精神饱满的工作 你却昏昏欲睡 别人升职加薪 你还在原地踏步 人和人的差距 就是这样 一点一滴拉开的 你今天熬过的夜 偷过的懒 放纵过的身体 都是给未来生活 插上的一把刺刀 一个连睡眠 都控制不了的人 又拿什么去控制 自己的人生呢 无论何时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拿什么去追寻你的梦想 拿什么去陪伴你的家人 爱人 又拿什么去和人家 拼人生下半场 前段时间 网上流行一个测试 通过你晚上几点睡觉 就能判断出 你属于哪一类人 A 10点之前 B 10点到11点 C 11到12点 D 12点到1点 E 1点以后 测试结果 A 10点前 人生赢家 这种人一般活得无忧无虑 吃得好 睡得早 身体棒 没烦恼 恭喜你 你就是人生赢家 B 10到11点 言于律己行 常见于上班族 这种人一般比较自律 也比较理性 会合理安排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工作生活 两不误 C 11至12点 精打细算性 这种人喜欢把生活 安排得满满当当 不允许自己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熬夜的边缘 疯狂试探 每天掐着点 在凌晨到来之前睡去 D 12到1点 熬夜达人 这个点睡的人 要么是精神旺盛 八卦追剧剁手 要么心有忧愁 不过熬夜一时爽 事后火葬场 第二天 谁难受谁知道 一 一点以后 熬夜亡者 一点之后再睡的 不是在用生命加班 就是已经修炼成仙了 这样下去 真的很危险 身体垮掉 只是分分钟的事 只能为你唱一句 祝你平安 一个人的作息时间 往往体现了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与人生态度 你几点睡 就是什么命 作家冯唐说过 身体是老天白白给你的 但不是让你用来白白糟蹋的 你年轻时少睡得觉 欠下的睡眠债 总有一天 老天会如数据 老天会如数还给你 别再熬夜了 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 家里的床再硬 也比医院舒服 人这一生 人这一生不必追求大富大贵 只要一家人身体健康 其乐融融 就是岁月赠欲的柔软幸福 好了 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彦坤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